再过一个多礼拜在澳门合法居留或是领友兰卡工作证满一年的内地民众 去台湾观光申请签证的时间渴望缩短一半以上 很有可能就是在澳门就直接发证给他们 那么比起以往可能会节省一半的时间 而这项新措施也适用于在香港合法居留的内地民众 此外想到台湾念书的澳门学子除了参加联合考试招生 今年也有其他的选择 有特殊专长的学生多了个人申请的选项 个人申请的比较注重的是他有看的是比较多有特殊才艺的 譬如说他要念音乐要念美术 那这个有特殊才艺的 那我们就是希望他是用申请的 目前在台就读的澳门学生约有4000人 依旧是台湾外来学生的首位 不过面对近年来内地与香港频频对澳门学生招手 台湾海外联招会也坦承 去年报道率只有60%还要加强宣传 二位市省方明刘俊勇澳门报道